不一样的解决办法 这个case是在汤山 今天过来打一个防水胶 这个防水胶有一点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在于哪呢 你看 这缝缝都出来了 这是缝缝 大缝缝 现在这些都是小飞虫 小飞虫很多 你看这些小飞虫 小飞虫很多 说明什么呢 说明里面可能就有水 水器 水都进去了 现在水进去之后 然后下面的防水布 可能这块没有 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然后呢 漏到了楼下 在设灯口那都是黄字 所以呢 今天我把这些防水胶 我觉得防水胶还好 没什么问题 你看这些虫子 防水胶没有问题 但重新打 重新打 然后把这些缝缝呢 不是用防水胶了 是用收口灰来做 这个是带纱收口灰 从Home Depot买的 把这个呢 都给他填了 这个都给填 里面填了 外面一下都填了 这外面当初应该是有的 都碎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碎掉了 如果用带纱的话 不应该碎掉 可能当时用的是安散的 没有啥 你看 你看 这都掉下了 进去了 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就是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用带纱收口灰 看 好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开始 现在呢 清理了 差不多了 感觉还是有问题的 这些缝都在啊 这些呢 里面都是水存在着 之前有防水胶 水存在着 按正常来说 是不应该有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最低处 最低处 然后四周 四周 往下走 往下走 等于现在这里呢 没有往下走 这里的瓷砖坐平了 有可能 所以水从这走的话 它下不来 下不来 等于都在这 拘着呢 防水胶是防水的 如果水老在 防水胶那待着 防水胶就会老化 然后这水呢 就会存着水 如果下面的防水部呢 再一不好 这不就漏了吗 就对吧 所以呢 今天能不能打防水胶 还是个事 有可能得改天了 外面这块 这么多缝子 外面不是主因 里面是主因 里面这些缝子 都得要用 再啥收口灰给它填了 这些 看这一侧有多少水 这还在印 继续在印出来 很多很多 今天未必能做得下去了 水呢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说这里面 存水很多 这个应该是 重新做了 我觉得 但是呢 现在客人想让我 帮它能完善 能完善 我只能是试着 看看行不行 一个好办法 这块呢 是存水最严重 容易漏下去 这个下面防水部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已经了 做没做好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呢 不管其他了 把这些呢 四周呢 都给它做了一个 带纱收口 带纱收口灰 等到干了之后 我再打一层防水胶 这样就可以 应该是 不会再漏水了 但是这东西 没有百分之百 只能是尝试的去做 客人也是 觉得这样做 是非常的满意 目前来说 好 等它搭干 一会儿打 白色的防水胶 就可以了 这个外围 已经都 把缝都填好了 外围不是重点 里面是重点 过了几天呢 我又来到了这个现场 这个之前有湿的地儿呢 现在都干的透透的了 然后打着防水胶 就应该不会再往楼下渗水了 这个办法呢 也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是必要省钱的办法 但是效果好不好 得过些日子 看客人的反馈 才可以决定 这个是不是成功 但是不管成不成功 先把这个事慢慢慢慢做好就行 这个呢 就是带沙收口灰 收到了缝里 然后再打防水胶 这就是我的解决办法啊 现在就都完成了 然后等到明天干了之后 让客人使用 然后我就知道 好不好了 我觉得应该90%以上 没有问题 做得很细线 很细致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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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